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宗徒大事录 进了罗马之后 保禄获准与看顾他的士兵独居一处 过了三天 保禄便召集犹太人的首领 带他们来齐了 就向他们说 诸位人人弟兄 论到我 我虽没有行什么反对民族 或祖先规律的事 却被锁压了 从耶路撒冷被交到罗马人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 在我身上没有找到该死的罪案 就想释放我 但犹太人反对 我不得已 只好向凯撒上诉 并不是我有什么事要控告我的人民 为这缘故 我才请你们来见面谈话 我原是为了以色列所希望的事 才带上了这条锁链 保禄在自己租贫的房子里 住了整整两年 凡来见他的 他都接待 他宣讲天主的国 教授主耶稣基督的事都非常自由 没有人禁止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新城的人必得见你的遗容 上主 新城的人必得见你的遗容 上主 住在自己的圣殿 上主的宝座 设立于天 他的眼睛垂视下地 他的目光 细查人子 上主 新城的人必得见你的遗容 上主 审查着一人与二人 全心痛恨那爱蛮恨的人 上主 是正义的 他酷爱公正 新城的人 必得见他的遗容 上主 新城的人 必得见你的遗容 中文字幕提供 在千真理之上 到你们这里来 他要帮你们 一路一切真理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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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伯多禄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即是在晚餐时,靠耶稣胸膛前问主是谁出卖你的那个门徒。 伯多禄一看见他,就对耶稣说,主,他怎样?耶稣向他说,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与你何干?你只管跟随我。 于是,在弟兄们中间传出这话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并没有说他不死,而只说,我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与你何干? 为这些事作证,并且记了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我们知道他的作证是真实的,但耶稣还行了别的许多事迹。若要一一写出,那么,要写的书,我想世界也容纳不下。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个人的生活,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别人比我们好呢?我们觉得别人比我们受欢迎。 我们呢,经常喜欢与人比较。 当我们与人比较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就不平安,就会有很多的烦恼。 为自己的长相不想别人漂亮,而烦恼。 为自己的说话没有别人好,而烦恼。 而因自己的个子长得没有别人高,而烦恼。 所以当我们比较的时候呢,是会充满烦恼的。 不仅我们常人呢,喜欢与人比较。 就连耶稣的门徒们,也有比较。 在今天的福音中,我们听到了伯多禄,还有耶稣所爱的门徒,两个人之间的比较。 耶稣复活后,显现给伯多禄。 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 伯多禄回答说,主,你知道我爱你。 在这个三次对答之后呢,耶稣对伯多禄说, 你年少时,自己竖上腰,任意往来。 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给你竖上腰, 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这句话呢,指出伯多禄将要怎样的死去。 他将被人带去,被杀害。 听到这个呢,伯多禄就问, 那曾经在最后晚餐, 这个靠近你胸膛的这个门徒会怎么样呢? 我们普通认为呢,是圣若望宗徒,耶稣所爱的门徒。 你看,伯多禄呢,在跟若望比较。 他会怎么样呢? 耶稣说,如果他要存留直到我来, 与你何干? 你只管跟随我。 耶稣呢,并没有说,若望在他来之前不会死。 但是呢,他们就认为,在耶稣来之前若望不会死, 就开始传扬出来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当我们只是听到一点东西呢, 我们就用我们的理解呢,开始传扬了。 但是耶稣也并没有说他不会死呢。 耶稣说的另外一句话呢,非常重要。 你只管跟随我。 耶稣对伯多禄所说的话, 也是为我们所说的话。 耶稣愿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专注他。 我们只要跟随他, 不要管别人怎么样, 不要一直地跟别人比较。 耶稣的这个教导呢, 在圣保禄宗徒的身上就真的表现了出来。 圣保禄宗徒他因为热诚的扶船被逮捕, 被押送到罗马, 被关在家里。 一般呢, 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害怕, 我们会沮丧, 我们就什么也不做了。 但是保禄呢, 圣保禄宗徒他没有。 他即使在家里边被看管的时候, 他的心呢, 还是 注视主, 他的心还是去扶船, 他没有让这个周围的 这个环境呢, 影响他。 圣保禄宗徒就是一个专注于耶稣, 只管跟随耶稣的一个榜样。 那我们呢, 也可以用简短的四句话来提醒我们。 也希望呢, 这个今天的福音和圣保禄宗徒的榜样, 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把目光专注在主的身上, 而不是一直的跟人比较, 遭受不必要的烦恼。 这四句话呢, 就是人喜欢与人比较, 结果通常是烦恼。 生活以主为聚焦, 我们的生活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聚焦点, 心怀平安走天道, 这样我们的心中呢, 才能够有平安, 只管跟随耶稣走天国的道路。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请赞美上主。 感谢天主。 天主圣神如同鸽子将在他身上, 拍他向人传宝戏讯。 下次看见却自信走私人不活, 却用上主恩赐之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赞美上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